59 東方日報 即場健康 飲食業員工二幻前備見超嚴 2015年7月10日港民A08即場健康小名士一名廚師 處理食物時經常需要做切肉菜、攪拌及炒菜等急速而重複的管部動作 他的手碗開始出現紅腫和疼痛 某天早上他想拿起菜都時,發現手碗不能發力並有劇痛 誰往求醫,小名急不及待地問醫生,他的手是否不能康復 因他非常擔心不能繼續工作,影響家庭收入 醫生指他的情況不太嚴重,只需要多休息及吃藥便會好轉 重複手碗動作影響基建 其實小名已算不幸中的大行 很多從事飲食業員工,包括廚師、吃肉、攪拌及炒菜動作 及時應生,提舉托盤及分菜動作 經常忽略工作安全健康的重要 入職月內下引致手部或前臂見超嚴 手部或前臂見超嚴的主要症狀是在受影響部位出現紅腫、腫、 腫熱、疼痛或活動能力下降的情況 患病初期,患者使用該部位工作時,感到疼痛及疲勞 但休息過後症狀會緩和 然而,若患者仍不斷繼續使用該組基建 發炎情況會加劇,而疼痛或疲勞的感覺 亦不會在休息過後完全消失 嚴重的患者,甚至會受痛楚的影響 而不能日衰及減低工作能力 需使行手術才可康復 應間歇休息伸展運動舒緩 最簡單預防及改善手部或前臂見超嚴方法是 儘量減少過度用力 以及過度緩步伸展或屈曲的動作 如持續長時間操作 應間歇休息 應多做手部伸展運動 可考慮每小時工作後進行幾分鐘的手部運動 於工作後讓手袍溫水 再配合伸展運動及適量的機力訓練 以收舒緩及預防之後 即日安團健康局 www.rc.org.hk